我們講到這整體事件 現在其實反走過必留到痕跡 就是你講過的話 現在會被拿出來一一比對 昨天陳佩奇的生日 他自己在臉書上投 PO了好長一篇文 最主要就是他想給大家看一下 他的存折 他就強調了 那個時候開公司的時候 那個10萬塊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交易 那我的兒子已經成年了 他自己走進去銀行裡面開戶 監視器還看得到 你也可以請檢調去調 那跟我有什麼關係對不對 我只是想說 那我這樣子是不是 有可能退休之後可以開公司 想一下都不行是不是 那個叫反諷好嗎 想一下都不行 台灣現在是怎樣 思想審查了嗎 好 可是問題是 在幾天之前 他的發文是怎麼講的 他的發文的講法是說 是用別人的名義 開這個咖啡廳 是因為柯文哲一直覺得 其實還是希望 讓基層的這些明代 組織 可以有一些聚會的地方 所以開個咖啡站 讓大家變成一個聚散地 一個星期裡頭 講法不一樣 那現在這個講法 是不是已經有經過 高人指點過呢 因為這裡面差別 真的還滿大的 而且老婆跟老公的講法 也不一樣 好 老公柯文哲怎麼說的 他的講法是說 那個就是沒有啦 父母太疼愛小孩了啦 不叫人頭公司啦 就是爸媽出錢幫孩子 開一個公司 前後比起來都不一樣 可是這個講法 你就會讓大家講到什麼 想到那個陳明文300萬 說幫他兒子開一個 海外的奶茶店啊 這個套路是一樣嗎 可是問題是 如果之前大家都覺得 沒有辦法接受那樣的說法 你也曾經講過說 這個政治就是需要 透明 理性 科學 那現在這一些講法 是不是會讓你的支持者 沒有辦法能夠接受呢 而目前呢 其實在今天的這個中評會 剛剛已經講了 沒有最後的結論 下個星期二 要再一次開會 再定論 好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呢 他們覺得當事人沒有來嘛 黃珊珊剛剛有最新的回應了 她講說如果邀請她的話 她一定會去 因為她覺得呢 這個不是個人的問題 是整個政黨的問題 要把事情釐清 說清楚 好 雖然現在黨內有很多人 都要求黃珊珊必須要辭掉 不是中央委員而已喔 是可不是辭掉區 這個不分區的立委 來以事負責 好 黃靜寅呢 其實她這幾天也有講法 她說了 不是不滿 你們叫黃珊珊走人 是我覺得 現在辭不分區立委 時機並不恰當啊 現在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你必須要 釐清事件 才能夠對事件有幫助 拍拍壁鼓 走人不會比較好 可是必須要講的是 現在啦 整個黨這樣 好像火燙起來 誰能夠變成最後的 幸存者 生還者 網路上已經開始出現 這樣子的一個電影照了 一邊黃國昌老師 一邊蔡壁如阿姬 蔡壁如阿姬 以前前一陣子比較少上節目 好 這幾天開始上節目了 也對這件事情有說法 先直接聽她的講法 妳看她的嘴臉 妳看她的嘴臉 妳看 她的新聞是不是嘴臉 妳不是覺得 妳看嘴角都上揚 不是嘴臉嗎 所以現在所有的 這個案情偵查裡頭 沒有她 所以每一筆的勤款裡頭 總幹事都不簽名了 我也很納悶 為什麼 她是律師 她懂了閃抖法律 就跟進化程一樣 她是進總的總幹事 這件事情 政治責任她不需要付嗎 好 除了問一下 進總總幹事 不需要付政治責任之外 她也問 哪一管財務的財務長李文中 妳講說妳每一筆都有錢 但是妳真的不知道 問題在哪裡 這個不是渣男 是什麼 講話用字真的 都很直接 但是她也直接講了 她上一回有選 她說她在選立委的時候 就是一直發現 請不動 什麼請不動 請款請不動 她說 黨中央這邊有一組人 不肯輕易通過 而現在民眾黨內有一組人 會害死柯文哲 其實陳婉會委員 前委員也曾經講過 說柯文哲每次去到宜蘭 他們地方上的時候 他跟他講什麼都說 好好好 可是回去之後 就都沒下文了 黨中央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透過監察院的一個公告 政治獻金公告會發現 確實他們捐給地方的 候選人競選經費 是零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那為什麼會在黨中央裡面 發現有不同的聲音 有不同的看法 到底這一些人 是要讓柯文哲怎麼樣呢 如果說現在是想要攻擊 柯文哲的話 可能想要打盪的目的是什麼 剛剛左眼的很多人講 2026 2028 又或者是說呢 讓他政治死刑 還是有可能更狠一點 讓他勇士不得操聲 整個民進黨把他包包起來 叫他回去睡 這個沒有人知道 因為如果小草變成了回頭草的話 那到底誰是最後的受益者 來回過頭 我們想要請教一下亮哥 你怎麼樣來看 因為陳佩琪他這幾天講法是不一樣了 但是他昨天生日 他就想問了 其實用兒子的名義開公司 現在到底是犯了哪一條法律 兒子也是自己去的 這個新聞好像是他自己講出來的 不是嗎 因為這本來就不該是新聞 如果如他所講 他兒子已經成年 而且用自己的名字 他就自己去辦 那跟你有什麼關係呢 是因為他自己去扯 跟他有關係 不然我們怎麼會討論這個議題 說什麼扯到公務員服務法等等 既然你現在還原真相 就是完全是你兒子 要自己辦自己的事 那這個就不是公共議題了 對啊 如果有公共議題只是說 為什麼地址設在競選總部這樣而已 說他要開咖啡店 那為什麼不去找一個地方 而且還要競選總部 幫他帶收發信件 那這個當然乃以想像 比如說朱立倫的兒子 要開咖啡店 結果擺在巴德黨部 這個太奇怪了吧 大概是 我覺得大概爭議就只有這樣而已 那我覺得 坦白說你那個黃珊珊這個事 比如說黃靖營他這樣講 他說這個事情還沒有查清楚 你就做懲處 我跟你講 你那什麼時候會查清楚 怎樣叫清楚 黃珊珊就是 我跟你講政治責任 大概方向就是了 你不可能像法律這樣查清楚 就是你這個帳搞成這樣 財務長跟總幹事不用負責任嗎 然後戴立倫來跟你講 希望調資料出來查 結果黨裡面沒有一個人 能回答他的問題 而且他就是你的好朋友 那結果你沒有辦法處理 結果戴立倫最後實在是受不了 就發新聞稿了 整個事情是這樣炸開的 是 那這樣的政治責任還不夠明顯 那是要做到什麼程度 所以我覺得 坦白講這個是柯文哲自己的決策 破例的問題 就是你認為黃珊珊 對民眾黨是加分還是扣分 知道一個政黨 坦白說 做大事不要考慮太多細節 就你做個大方向的判斷 黃珊珊對民眾黨是加分還是扣分 就這樣 那如果裡面這樣的 你都做不出這個判斷 那還要搞細節 搞到最後或稀泥被停權 保留不分區 那就是沒有感覺 那你就去看接下來民眾黨內部 大概還是有很多不滿的聲音 還是在那邊滾動 還有你的黨的要不要改造 比如說這次的禁總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那八個不分區怎麼都沒有站出來 當那個禁總在開記者會 8月12號那天 為什麼後面沒有站不分區呢 不分區是讓在競選過程中 早就知道就是這些人 為什麼他們對於整個選舉 好像都完全沒有進入狀況 而且我講白了 關於記帳這種事情 吳春城他開公司開多久了 他很有經驗 張祈凱財經專家 黃國昌本身就是律師 結果你可以把自己搞成那麼亂 所以我說你要說什麼呢 坦白講黃珊珊自己也是律師 對啊 對不對 然後坦白說如果 如果不是柯P跟黃珊珊出了問題 你會再去找李文中搞一個目渴嗎 我覺得如果連這種這麼明顯的問題 你都不誠實 那大概也不用討論了 小楊請教一下 強哥怎麼看 其實我覺得關鍵就是 剛剛亮哥講的亂字 我其實喜歡看動物頻道 很多很好玩的事情 咬下去的那個 我覺得看到一個很好玩的事 就是一群獅子要獵捕長頸鹿 長頸鹿很緊張 就開始用腳踢對不對 沒有踢到獅子 這個是沈步雄80歲以後 最愛看的節目 真的喔 我踢錢 我踢錢 這長頸鹿沒有踢到獅子 把小長頸鹿全部踢死 你知道嗎 我跟民眾黨講 民眾黨現在這個亂局 你不要去搞錯 外面思群虎視眈眈 我覺得政治現今這個案子 說真的到目前為止 都還是前菜而已 小菜 你真正的答案是什麼 是後面金華城 你現在講說彭正聲被約談 你怎麼知道 像高鴻安的那個狀況對不對 要不要轉污點證人 轉污點證人就緩刑 或諸如此類的 我自己 那時候馬總統也被告 我就舉個我的例子 我也被約談 馬總統背兩個官司 我也被約談 約談的時候 檢方是鉅細迷移的問 問到什麼程度 他把我通電記錄調過來 每一通電話 你為什麼打給他 他為什麼打給你 內容講什麼 每一個電話都問 然後再問說你跟馬總統之間 你們在這個會議當中 你怎麼講 他怎麼講 你怎麼講 他怎麼講 問問問 很久很久以後 他才出來說 你剛剛跟馬總統講的不太一樣 你都懂我意思吧 比如說 他們會去做很多的矛盾點 開始去做 人家已經等著開殺 現在民眾黨還在亂 還在一團亂 我直接就說 我認為說 現在今天還有另外一個說 以案查案有沒有聽過 你今天已經被搜索 對不對 搜索你的過程當中 你以為只搜索政治現金嗎 對 別鬧了 他搜的東西可多了 搜了以後把裡面東西以案查案 可能性也是存在 最後是我們可以看到說 今天民眾黨在面對 政治現金的這個 所謂的亂局當中的話 你會發現 他已經是 我覺得已經慌了手腳 比方他裡面講 要講陳明文好了 陳明文三百萬 你不要鬧了 你有沒有聽過一句話 網路上的一句流傳 甚遠的一句話 叫做 富貴要人幫黨政辦這張 你不是民進黨 你跟民進黨彼此 只有民進黨有這種特權 我就剛剛講別的 沒有任何人 那個什麼 你想那種政治現金 偽造文書可以交保金額 是破百萬的 對不對 然後你今天上個禮拜 發生政治現金 到現在七天發七張搜索票出來 搜索你七路搜索 你有鄭文三待遇嗎 你也沒有 鄭文三十年 對不對 七年 八年 也沒有搜索 搜索都開不出來 開不出來 所以換言之 你不是民進黨 不要想要民進黨的待遇 民進黨接下來 我覺得金華城 後面的案子才是重點 是 金教惠文哥怎麼看 強哥講得這麼開心 可是鄭文燦被收押 柯文哲這一干人 誰被收押 沒有人被收押 到底是鄭文燦比較慘 還是誰比較慘 2013年總統是馬英九 立法院是王金平 檢察總長三更半夜跑去總統官邸 報告王金平跟柯建民官說的案子 馬英九打了兩通電話 繞了兩個人來 一個是行政院長江宜化 另外一個是總統府的副秘書長 叫羅志強 最高法院跟高等法院 教會我的事情是什麼 要撤銷王金平的黨籍 要開全國黨代表大會對不對 黃珊珊你應該要求 那我也要開全國黨代表大會 中平會在七個阿貓阿狗 就要開除我你也好了 全國黨代表大會 比照王金平 你看到最高法院跟高等法院 那些叉叉 亮哥你在民進黨30年 什麼時候開除一個黨員 撤銷一個黨籍 要開全國黨代表大會的 為什麼 因為他是王金平 你就知道台灣的司法爛到根了 人家還做假處分 這笑死人了 你看 來… 這個蔡壁如是台中市政府的 有幾職顧問 我請問大家 蔡壁如你去半年多年 你做了什麼 你為什麼講黃珊珊 講到會眉飛色舞 就表示什麼 表示蔡壁如要多跟亮哥 要多跟強哥學 他很高興 喜行餘色 黃珊珊吐了 分析一下黃珊珊的 蔡壁如你有請假嗎 盧秀燕 你是領老百姓的錢 你怎麼在做民眾黨的事 那你這麼積極的參加 民眾黨的黨內鬥爭 你要把黃珊珊出之後 我沒有意見 那請你辭 台中市政府的有幾職顧問 盧市長 那個導播幫我的LINE打上去一下 換我去好了 莫名其妙 來 我最後講一下這個 這是中國時報寫的端木正 這個是端木正 這個是李文忠 柯文哲的會計師說 我拒絕當民眾黨版的俞文 俞文是誰 羅志強就知道了 這個是陳佩琪 這是柯P的太太 這是柯P 為什麼會變成說民眾黨的俞文 所以我跟各位講 就剛剛提到的彭震生 那個是金華城的副市長 這個端木正是會計師 亮哥 強哥我們這麼多年這樣跑 我印象中我沒有看過 哪個案子有會計師被辦的 真的是火酒見 哪個會計師 有律師 因為最近很多律師都下海了 我沒有聽過會計師會被辦的 所以很簡單 我的結論很簡單 沒有看過鏡總告會計師 這個也沒看過 這個火酒見 火酒見 真的沒看過 所以我的意思說 副市長彭震生 還有會計師這個端木正 我真的鼓勵你們去做污點證人 高鴻安的例子是 那個案子是很好的例子 他去轉污點證人 他去指控的時候 他就沒事 他們都獲得緩刑 如果說你不行 我要跟高鴻安 那你就跟水母一樣 水母就是你們最好的 所以我是覺得大家要看他們 會不會去轉污點證人 會不會出來咬柯文哲 把這個東西真的查下去 我沒有興趣去談民眾黨裡面的 黨內鬥爭 我是覺得蔡壁如這樣的處理 是不好 不妥 觀眾朋友 林志堅是不是抄襲論文 被徐巧新 王鴻暉追得 打得要命 那我請問你 蔡壁如不是一樣抄論文嗎 蔡壁如辭立委 就是因為他抄論文 那為什麼抄論文 可以當台中市政府有幾值顧問 我就公開請問盧秀燕市長 你的標準是什麼 學輪是什麼 謝謝 好 我們先進一下廣告 今天下午還有另一個 很多體育迷關心的 今天是英雄日 所以在這一次參加奧運的好多英雄 在今天下午跟大家一起街頭相見 我們等等回來來看看這期 祝得安全 活得平安 一人一點力 愛就大無限 我們的外國絆 我們會見到 我們會見到 個單位福建議 最新的一條 我們會見到 我會見到 其實我們會見到